不管是108年 发生在台中的失控冲撞车祸 还是墾丁深夜的五车连撞 除了可以看到名车撞成一团 还有共通点 都是诈骗集团 故意制造的假车祸 征诈宝 如今由三家保险公司提告 求偿两千多万 还获判胜诉 此来的正义 但王姓祖贤两年前 以60万元交保后 就七宝潜逃 至今没有消息 导致他曾在高雄 登记了二手车行 至今仍会收到各种信件 让新的屋主饱作惊吓 买之后才知道 因为才开始有那些信 然后就是邻居就有在 也有在讲 怕人家误会 开玩笑 你楼下住了一个这种人 而你不知道 那是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王姓祖贤位于高雄的车行 两年多前 已经有洗车场买下 但除了会持续收到奇怪信件 邻居得知他的行径 也相当惊讶 但看在同行眼里 一点都不意外 原来正常还上百万的 二手豪车 如果有严重瑕疵 价格只剩下几十万 但王姓嫌犯 专门收购后 再以正常价格投保 等到撞毁后 保险公司造价赔偿 就能获利百万 因此他从2018年起 两年内 像十一家保险公司 就诈领了四千多万 不过祖贤当初交保时 一度喊穷 说自己负债900亿 则是被同行认为 太过夸大 由于王姓祖贤 至今没有消息 导致诈欺罪刑事官司 迟迟没有进展 但随着民事 遭判赔两千多万 也让他的夸张行径 被再度提起 TVBS新闻 赵立何一信高兴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TV